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相爱相亲 Love Education 虽然这部获得金马奖七项提名的电影 最后在颁奖典顶上面是空手而归 但这部张爱佳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 还是非常的好看哦 一部高水准的剧情片 口碑也都相当不错 一起主演的演员 还有大陆的导演田壮壮 也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以及最有机会从文奇手中抢走女配角奖项的李燕书 还有郎月亭已经送您 整个故事从张爱佳所饰演的主角 岳慧英他的妈妈过世开始 他想要把他的妈妈和已经过世的爸爸合葬在一起 可是他爸爸的乡下的老家 有一个不受到法律保障的原配妻子 不允许主角去把这个坟迁走 在这部电影中这个冲突只是一个影子 他带我们去看见这个主角 和他结婚几十年的老公的关系 还有他跟他女儿的关系 然后再有这个反叛母亲的女儿 去看到这个外公的原配的故事 故事的重点就在这三个女人身上 女儿 妈妈 还有外公的原配 三个人在彼此较劲 但是有趣的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这三个人在这场较劲当中的无力感 进而你会感受到这些角色在后面慢慢的在质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大概是这部电影我感受到最多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和人争执的时候 尤其是和亲近的人争执的时候 常常就会理智线断裂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往往在过了一阵子之后 你会突然在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突然会领悟到自己为什么要这么累的去跟别人争呢 为什么要这么傻呢 在坚持一些很无畏的事 《相爱详情》这部电影很大的成分在跟我讲这件事情 好像就是跟英文片名 Love Education是有关系的 整个故事我们就看着当中的人物学着去爱 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故事 看起来带着一种很世故的智慧在 张爱佳导演的电影一向很节制 不会放太多的调味料 他只会让这些角色在这个剧情中 很自然的顺着他慢慢的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来 但是这一切都是导演设计好安排好的 里面满满的人情室里埋在每一场戏当中 我不满意的是这个电影如果能够再给主角多一些戏份会更好看 目前是由妈妈这个角色去散发出去看到身边的人 不过主角身上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没有留下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在他身上 导致故事到最后有一点没有收容起来的感觉 李恩书演得极好 最后短短的几句话真的是超级动人的 但是他的角色常常会从一个无助的乡架老妇 突然变成一个很有智慧可以看透很多事情的人 而我非常喜欢刘洛英的客串演出 很疯很疯 非常幽默的刘洛英 对比出主角将自己拘束起来的个性 而田壮壮饰演的这个老公是一个超级大暖男 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 在这部电影当中负责聆听和调停的部分 不过这部电影很厉害的 藉由这个角色的几个小举动 就讲出了这对平凡夫妻的人生故事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给人的感觉 很生活很写实 又能走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他给人的温暖是那种借由真实的角色 所散发出来的不夸张的温暖 讲一个不管我们几岁都要不断去学习的一件事情 叫做爱 推荐大家去听这个入围金马奖 最佳电影原创歌曲的主题曲《墨上花开》 非常的好听 而墨上花开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话 叫可缓缓归矣 讲的是一个人在等待着他的另外一半的归来 然后就跟他说 路上的花都开了 你可以一路赏花慢慢的回来 非常美的一句话 我一直拿不定要给这部电影的评价 究竟是应该要主观一点还是客观一点 我最后选择了主观一点 于是相爱相亲这部电影 我给他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并且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牛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